今日财经快报 Apple Watch停售是噱头对和解持开放态度 Massimo Corp首席执行官Joe Guiani表示他对与苹果公司达成和解持开放态度 他领导的医疗设备制造公司令苹果的智能手表在美国濒临停售 周二美邮收高1.3%油涨1.6% 红海航线中段推高油价 20日凌晨国际油价周二上涨 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分子的袭击扰乱了国际航运路线 邮轮避开了红海 增加了原油运输的成本和原油供应的不确定性因素 纽约黄金期货周二收高0.6%美元与美债收益率走低提振金价 20日凌晨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周二收高 美元与美国国债收益率走低令金价得到提振 本周投资者密切关注一系列经济数据以进一步探明美联储的利率路径 美联储巴尔金称谈论降息为时过早美债市飙升显示美联储沟通问题 日本央行行长给加息押注泼冷水 全球财经媒体昨夜今晨共同关注的头条新闻主要有 1.美联储巴尔金谈论降息还为时过早 2.L.Aryan债市近期的飙升显示美联储的沟通真的有问题 3.美联储官员Bostick认为2024年初没有降息的紧迫性 亚特兰大联储备银行行长Rafael Bostick预计明年不会有降息的紧迫性 他还强调在评估下一步政策行动之际美联储必须保持坚定和耐心 普京、俄罗斯愿意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但将捍卫自身利益 财联社12月20日讯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如果乌克兰、美国和欧洲愿意 俄罗斯将准备与他们就乌克兰的未来进行对话 尾盘 美股继续上扬标普指数接近历史记录 20日凌晨 美股周二尾盘继续上扬 标普500指数接近历史最高记录 道指在创盘中历史新高 美国11月新乌开工强于预期 市场正评估美联储未来的政策路径 红海紧张局势迫使多家航运巨头绕到周期核运费大增 尽管美国努力组建红海特遣队来阻止野门胡塞武装袭击商船 但航运公司仍在等待细节并对执行情况感到担忧 胡塞武装袭击船只是为了支持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战争 全球贸易大动脉阻塞引发新一轮通胀担忧 财联社12月20日讯有着全球贸易大动脉支撑的苏伊士运和正酝酿一场新的危机 可能会在经济增长放缓之际扰乱全球供应链 推高油价和更广泛的通胀 全球三大央行今年决议收官明年谁会先降息 过去一周美欧英三大央行同时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随着能源价格回落及经济放缓 各经济体的通胀压力已经明显好转 然而在接下来潜在的政策转向问题上 美国法院批准命令 毕安和赵长鹏将向CFTC支付28.5亿美元罚款 财联社12月20日讯表示 美国一家法院已经批准了一项命令 苹果智能手表业务自救 工程师们争分夺秒修改算法 苹果内部的工作表明 其相信在软件方面做出改变 而不是对更复杂的硬件修改 足以让手表重回市场 然而分析指出 本次专利争议的核心主要与硬件有关 好事or风险 SAC 短短三年美国合格投资者家庭数量多了50% 财联社12月20日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在最新报告中表示 受到美联储大水漫贯 以及个人养老金普及的影响 过去几年里 美国证券市场的合格投资者出现了少见 五盘 道指涨于200点刷新盘中新高 20日凌晨 美股周二五盘走高 道指再创盘中历史新高 美国11月新屋开工强于预期 市场正评估美联储未来的政策路径 交易员押注明年将降息 VR市场仍然不断萎缩Meta和苹果能否逆势崛起 财联社12月20日讯根据研究公司Circana的数据 截至11月25日 2023年美国AR和VR设备的销售额暴跌近40% 至6.64亿美元 这比去年的降幅要大得多 L.Aryan债势近期的飙升显示美联储的沟通真的有问题 剑桥大学皇后学院院长专栏作家Mohammed L.Aryan认为 美联储最近一次会议之后债券市场的飙升提供了一项关键信息 显示美联储在沟通方面有问题 欧股收盘谱涨德国DEX30指数跌0.57% 德国DEX30指数跌0.57% 英国富时100指数涨0.29% 法国KX40指数涨0.12% 欧洲斯托克50指数涨0.34% 日本央行行长直田河南给加息压住泼冷水 日元对美元跌超1% 此前日本央行行长直田河南对短期内加息的压住予以反驳 称难以制定出政策退出计划 日元一度跌1.32%至1美元对144.67% 120亿欧元遗产争夺战 慈善机构反对51岁园丁成为爱马仕继承人 爱马仕帝国的第五代继承人Nicholas Booker没有子女 他正在寻求收养他的中年园丁为继承人 准备将约120亿欧元财富中的大部分留给此人 索尼的游戏计划被勒索软件团伙泄漏 众多黑客宣称已经泄漏了索尼旗下Insomniac Games部门超过130万份文件 其中包括游戏地图开支计划 英国央行副行长布里登英国利率必须在较长时间内保持限制性 英国央行副行长斯拉布里登在其就任以来的首个准备好的讲话稿中说 英国工资增长仍然过高 货币政策需要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保持限制性 美联储官员Barkin暗示如果通胀持续下降则会降息 李世满联储银行行长Thomas Barkin暗示 如果近期在抗通胀方面继续取得进展 美联储将降息 但他称仍在寻求确信通胀正朝着美联储2%的目标回落 美银调查 降息预期推动资金大举流入股市现金配置比例降至两年低点 根据美银的一项调查 投资者的乐观情绪达到2022年初以来的新高 对于美联储放松政策的预期引发资金涌入股市 Michael Hartnett所牵头的一个策略师团队在周二的报告中写道 美国11月新屋开工数升至6个月高点高于经济学家预期 美国11月新屋开工数意外飙升至6个月高位 这主要受益于市场上的二手房短缺 也表明住宅房地产的紧绷状态正在缓解 周二公布的政府数据显示 日本央行坚持负利率 欧美央行转向之际 日本央行继续特立独行 12月19日 日本央行9比0投票通过利率决定 将基准利率维持在历史低点-0.1% 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目标维持在0%附近 AI概念股涨跌不易 C3AI涨近7% 周二 AI概念股涨跌不易 截至发稿 C3AI AIUS涨近7% SoundHound AI ZoneUS AMD AMDUS涨近1% 英伟达 NVDAUS 跌超1.7% 微软 MSFTUS 微跌 美联储巴尔金 谈论降息还为时过早 李世满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巴尔金周二表示 央行在减缓通胀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 但他不愿承诺降息的具体时间表 巴尔金表示 我认为你必须承认数据已经非常好 美联储巴尔金暗示 如果通胀持续下降 美联储将降息 美联储巴尔金表示 如果最近通胀的进展继续下去 美联储将降息 但他表示 他仍在寻找通货膨胀将回到美联储2%目标的信念 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Moynehan 将向交易业务配置更多资本 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Brian Moynehan表示 该行将继续对市场部门进行投资 以求提升市场份额 我们三四年前扩大了业务规模 取得了成果 麦当劳与埃森哲扩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2月19日 麦当劳公司与埃森哲公司宣布扩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以帮助麦当劳执行其战略 及利用最新的技术 在全球餐厅应用人工智能生成解决方案 加密概念股走高 Marathon Digital涨超10% 周二 加密概念股走高 截至发稿 Clean Spark CLSKUS Bat Holdings BKKTUS 涨超3.5% Coinbase CoinUS 涨超3.8% Microstrategy MSTRUS 涨超2.5% 美银调查 投资者翘手已判金发姑娘 抛弃现金追逐股票 根据美国银行的数据 投资者情绪正处于2022年初以来最乐观的水平 因为对美联储放松政策的预期正在推动他们涌入股市 迈克尔哈特尼特 Michael 早盘 美股继续上扬到只创盘中历史新高 19日晚 美股周二早盘继续上扬 到只在创盘中历史新高 美国11月新屋开工强于预期 市场正评估美联储未来的政策路径 交易员押注明年将降息 美银调查显示基金经理情绪跟着美联储狂奔更绝的是 财联社12月19日训当地时间周二 美国银行的资产组合策略团队发布了最新的基金经理情绪调查报告 展现了眼下专业投资者情绪跟着政策跑的热烈状况 红海 逼近停航 作为全球海运线路上的重要航道 与苏伊士运河共同构成欧亚水上通道的红海 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水道之一 全球近12%的贸易都要经过这里 Chui涨超6.7% 杰富瑞手与该股买入评级 周二 Chui CHWYUS 股价走高 截至发稿 该股涨超6.7% 报23.15美元 杰富瑞手与该股买入评级 该行分析师 Kamil Gach-Rawala表示 Chui是一家纯宠物电子商务公司 Lyft跌6.5% 联合创始人出售价值350万美元公司股票 美国网约车巨头Lyft Lyft US 跌6.5% 报14.6美元 消息面上 周一的监管文件显示 12月14日 联合创始人兼副董事长John Zimmer 出售了价值350万美元的股票 Nicola涨超5% 创始人因欺诈案被判四年监禁 美国电动卡车公司Nicola涨5.2% 报0.86美元 消息面上 公司创始人Trevor Milton 因欺诈投资者被判处四年监禁 另被罚款100万美元 随后可能被没收财产 对冲基金经理发布惊人预测 油价将狂飙 标普500永远不会超过4900点 资深投资策略师 黑石私人财富集团副主席拜伦维恩 于今年10月25日去世 享年90岁 他在华尔街担任策略师长达38年 对经济 韩国现代汽车决定出售其俄罗斯资产交易总金额可能不到800块 财联社12月19日讯在官网宣布 公司董事会批准了出售旗下圣彼得宝工厂 Hunday Motor AI在金融领域碰壁 最强大模型也无法准确分析SAC的文件 财联社12月19日讯要说人工智能大模型最强大的能力 那肯定是最基础的文本处理功能 但一家名为Patronus AI的初创公司的研究人员发现 毕马威 英国经济进入2024年步履维艰 前景暗淡 毕马威表示 英国经济将步履蹒跚的进入2024年 前景暗淡 毕马威在其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表示 尽管英国2023年的经济活动超过了预期 但前景仍然疲弱 开盘 美股小幅高开市场关注联储政策路径 19日晚 美股周二小幅高开 主要股指延续了最近的上涨趋势 美国11月新屋开工强于预期 市场正评估美联储未来的政策路径 比尔盖茨 AI将加速创新会改变教育行业 微软公司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 今日赞扬了人工智能的革命性属性 并对AI对世界的潜在影响进行了预测 盖茨表示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 RBC策略师Covacina料美股近期面临回掉风险 投资者过去几周一只在大局买入美股 以至于回掉风险现在亮起红灯 RBC Capital Markets策略师Laurie Covacina 周二在报告中写道 标普500指数涨势短期暂停的风险已经上升 加拿大11月通胀率保持在3.1%高于经济学家预期 加拿大11月份通胀率出人意料的保持稳定 给了央行将政策利率维持在20年来最高水平的又一个理由 加拿大统计局周二宣布 11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